Hello YouTube 朋友大家好 我是Danny 歡迎收看 Danman 826 頻道 今天和大家來到尖東 準備去帝丸酒店中菜廳 帝丸軒喝茶 現在一起去看看 Let's go 今天去的帝丸軒是位於尖沙咀摩地道69號 帝丸酒店B2樓層 觀眾朋友都喜歡收看這類型的自費真人實測試食影片 或者其他飲食、旅遊、生活資訊片的話 就記得按我Danman 826 頻道的訂閱和小鈴鐺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今天和大家來到尖東的帝丸酒店 他們的中菜廳帝丸軒喝茶 我自己就沒來過這裡喝茶 都是吃過自助餐 今天來試試他們的點心又如何 環境都不錯 有小橋流水 都挺舒服的 我們首先點了幾個點心 第一樣來了很特別的 就是這裡經理介紹的 龍蝦湯的鮮竹捲腐皮卷 炸了鮮竹腐皮卷 然後浸了龍蝦湯 這個好像挺吸引 不客氣了 試一下這個 是非一般的鮮竹捲 好熱 而且它是脆完之後再浸了一點 所以是軟軟的和脆脆的之間的口感 還有龍蝦湯的味道 這個必吃 第二個點心又是比較特別的 腸粉 因為它也有普通叉燒 那些牛肉腸粉 但是這個是桂花旁腸粉 即是少一些酒樓有的 我們叫這個桂花旁腸粉 試一下 這個腸粉好味道 我都很少試有桂花旁的腸粉 很爽口裡面 嗯 還不錯 這個春捲是紫菜蟹肉蝦春捲 它除了蝦肉還有蟹肉 包了一層紫菜的 嗯 炸得很脆 是很有水準的點心 不過當然這個價錢就是 是 沾沙咀酒店的價錢 大家看了我上次介紹去 貼地點的推車仔酒樓 倫敦酒樓的點心 分享沒有呢 如果喜歡貼地點可以看一下那條片 今天這個也不算離地 這個也是酒店一般的價錢 接下來這個呢 是這個脆皮菠蘿叉燒包 它也是這個的特色來的 所以我以為這個碟是有花紋的 原來不是的 我後來告訴我 原來那些在蒸汁呢 是滑上去的 用一些朱古力醬 和士多比利醬 有多特別的擺盤 菠蘿叉燒包又好吃 不過今天這個也是自費實測 大家不要以為好吃 就是賣廣告 我和幾個朋友來 叫做花生包汁雞腳 它見頭也挺多 也挺大碟的 試一下包汁味道 那些花生 好吃 今天我們四個人來 四個人來喝茶 就可以吃得多些 這個包汁鳳炒很夠入味 燜得很軟 但皮又不會爛 連花生也很好吃 好 叫了兩個蒸餃的點心 一個就是蟹子燒賣 另一個就是帶子餃 帶子餃挺漂亮的 它的皮是綠色的 上面放了少許蟹子 試一下這些蒸的 一粒粒的點心又如何 帶子餃裡面還有東西 它裡面包著蝦粒 菜苗 上面有帶子 挺酸的 挺好吃 燒賣的味道做得剛剛好 有一點蟹子在上面 吃下去口感不錯 而且餡料的豬肉和蝦肉 比例做得很好 我們叫這個炒粉麵 是XO醬牛鬆炒米型粉 是米型粉 不是米粉 我初初也以為是米粉 米型粉是那些 好像意大利粉的 小時候好像米的形狀 意粉粒 炒了它 現在就幫我們分 聞起來很香 它有XO醬 即是有蝦米 菜粒 蛋絲 肉鬆 有些瑤柱絲 嗯 很香 嗯 它的質感挺有趣 因為 有點像飯 又不知道像什麼 像是吃飯 但又不是飯 它是意粉質的 嗯 嗯 嗯 蝦戒鯨魚球又來了 哇 也有八大粒 還有它拿來的時候 就介紹 那個蝦戒醬 都是師傅自己秘製的 還有這個鯨魚球 都是自己手打的 即不是買回來一粒 所以它是比較大粒 有時候鯨魚球 你會吃到魚的腥味 但它這個又不會 加上那些有蝦肉的蝦戒 就特別好 滋味了 還有這個鯨魚球 咬下去是彈牙的 即是不會有時候咬下去 好像軟軟軟 這個就是彈牙 其實我都喜歡去一些不同的酒店 喝茶之前都去過很多 譬如麗斯卡爾頓 欣陶軒 今次來到帝院 這間的帝院軒 都OK 食物都不錯 服務又很好 他們的點心選擇都很多 真的可以各式其式 我們今天只叫了幾款來試試 我們今天埋單 包括茶錢和加一是1205.6 即人均消費大約每人300元 過了兩個星期又和親戚去喝茶 吃了這個生炒糯米飯 真的覺得好吃 所以特別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糯米飯炒得粒粒分明 吸收了臘味的香味 但又不會太油膩 而且非常足料 很多臘腸 冬菇 蝦米等等 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炸煎堆 又是很好吃的 空心煎堆 但好香芝麻味道 甜度又適中 而且他們的一天不是做很多 限量供應 所以如果你想吃的話 一坐下就先下單 訂定一份 觀眾朋友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LIKE和SHARE給朋友 終於訂閱 Denman826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小鈴鐺 當我新片出現的時候 就不會錯過 追蹤我Facebook、IG 有些特別優惠的資訊 生活點地和大家分享 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頻道